方便饭店获准采访两会的境外媒体提前18小时集中检测隔离 直到政协开幕前两小时搭专车出发人民大会堂 车道进空过去追着代表自由采访的盛况不在 防疫下的大陆全国两会连续第三年一程也缩短只有七天 中国大陆两会是政治协商会议跟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 但上万字的工作报告时大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自发现他的比有亮点分享旁人还相互讨论 说笑了好一会难得轻松 比起外媒聚焦北京的国际关系紧张 不存在所谓经济胁迫问题 因为立陶宛让台湾社代表处遭北京贸易报复 欧盟向WTO提诉讼 我们认为这不具建设性 希望欧盟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 不要将中立之间的问题扩大化 或者是上升到中欧关系的层面 同时喊话美国要尊重和平共处 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 只会破坏中美互信 有外媒分析这次两会正值国际间 乌俄战争开打 还有美国跨党派议员访台 以及现在美国前国金蓬佩奥在台 呼吁美方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些中方如何应对 都是之后两会议程的关注焦点 TVB新闻朱光宏陈入文北京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